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家屋市的思想时刻 看看今天的朋友们又有什么生活妙招 或者是好物跟大家来分享呢 芒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青睐的一个水果 但是吃它的时候非常麻烦 我们要把它包皮 然后弄得满手都是汁水 今天我教给大家三个小妙招 巧包芒果皮 那么第一个方法呢 我们就是要把它给切开 把它分为三个部分 左边一半 然后右边一半 因为中间它带了一个糊 然后我们这个先不用管它 然后我们再用小刀 把它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 这样待会吃的时候呢会比较方便 这样一块芒果就被我们分成了这种九宫格的样子 然后呢找一个碗 沿着它的边缘往里推 它的果肉就全部很简单地掉到这个碗里面啦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办法 利用家里面都可以见到的牙签 然后呢沿着它的这个边缘 刮一下 给它刮出来一个很好的分界线 用牙签把它刮了一边之后 我们再去用手这样包它 就会很轻而易举的 这个芒果皮呢就沿着它刚才的一个痕迹 它就剥落下来了 非常方便 第三个方法呢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我们利用到家里都有的筷子 给它做一个全身的SPA 把它擀一擀 推一推 这样就能很好的让果肉和它的果皮呢分开 形成果肉分离的状态 擀了一圈了 我们来看看它现在是什么模样 我们用刀开个小口 哇 这个皮包起来就比之前要方便很多 直接就下来了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给它做了一个小按摩了 超级方便 如果你觉得吃芒果还很麻烦的话 那你就赶快跟我学起来这三个包芒果的妙招 让我们一起方方便便吃芒果吧 谢谢大家 4,8,3,5,3,3,4,5,3,4,5,3,4,5,3,6,4,5,5,0.